這次是我第一次做MV的監製 出了十年 這麼久也是第一次做MV的監製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不想有一個MV 是我自己明明知道不夠好 但是都要給我的粉絲 所以雖然很抱歉 哪一天的MV要延遲給大家看 但是這次我用行動去 希望作為大家的補償 希望可以做一個很好的MV 其實這次我和Berdy導演 以及我的Stylus 我們三個一起開會 開了好幾個凌晨 然後就在很短時間內 come up 了這個故事 為什麼會想到現在這個 比較瘋瘋瘋瘋瘋的我這個角色呢? 其實是很想表達就是很多時候 當你為了愛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很瘋狂 你不覺得自己瘋瘋瘋 所謂的瘋瘋 只是這個世界的人不明白你在想什麼 但是對你來說你是不瘋瘋的 你只是覺得我很PASSIONATE 我很想為那個人付出 很想為那件事付出 我就是很投入 就算自己受了傷我也不會介意 是這種感覺 所以其他人不明白 但是你自己明白 你不明白 練習拍這個MV 也是在家裡我用了很多時間 包括有一次我在飛機上也是這樣 因為我在飛機上一直聽著音樂 我在寫著每一個劇情 應該是音樂的哪一處出現 然後我應該怎樣演 那我那時候在練習 這個比較瘋瘋瘋的角色 應該要怎樣去表達某些情節 然後我就在飛機上做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經常在想如果空姐 突然之間拉一塊鏈走出來 看到我在做一些動作是這樣的 不知道她會不會覺得我真的瘋瘋 演戲我其實一直都有興趣 我只不過一直害怕 因為我是有演戲恐懼症 我一直以來害怕的就是 我太代入角色 我回不回到現實世界 因為我是試過這樣的 我曾經有一次拍MV 拍多遠都要再一起那個MV的時候 我那天要拍兩天的戲 第一天我拍我和男主角 有一些很甜蜜的情節 我們是一個熱戀中的情侶 然後第二天拍的就是 我無端端上了月球 我第二天就不停哭 我是太投入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有點害怕演戲